9月28 礼拜二 很开心 在6月26号的时候 上海发布说了 可以在6月29号的时候 重新开启堂食 太开心了 这是振奋人心的好事情 要纪念一下 这上海2022年的疫情状况之下 这些店是怎么样熬过来的 让我们一起记录看一下 也看一下上海发布的消息跟公告 在恢复堂食之前 这些餐饮企业要对于 他们所经营的场所 进行全面的预防性消毒 还有在日常的时候 客人离开之后 他们必须要把桌椅餐具 都进行清洗跟消毒 还有客人是要佩戴好口罩 持72小时内的核酸检验为阴性 还有他的体温测量是无益的 才能够静电哦 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防疫小尖兵一定要做到哦 理由是从6月29日起 辖区内无中风险地区 近一周内无社会面疫情的街道 是有序开放餐饮堂食 也就是餐饮企业要向区防控办报备 经相关监管部门检查评估后 可以恢复堂食 并不是你自己随便说 你要开启就开启哦 别忘了 餐饮企业的堂食实行 限流管理 提倡预约分食错位就餐 而且是根据餐厅面积 中型餐厅是指经营面积在150平方米以上 按大堂的70%比例设置就餐的位置 小型的餐饮餐厅是指经营面积在150平方米以下 按最大的承载量的50%比例控制就餐人数 施行隔位错位入座 顺着侥幸的心哦 上海可是会依托大数据平台 加快推动餐饮业的数字化治理 将餐饮业的从业人员 健康管理平台 长所码和数字哨兵 这平台和餐饮企业食品安全分级管理平台 接入各区乘运中心实现一网同馆 中记录了上海的电丧未堂食的状况 家人们让我们一起迎接疫情的胜利 这一周我们平静的下日子 Goodbye